今天为各位讲一下观音菩萨的故事 观世音菩萨名号意为观察世间阴生觉悟有情 又意为观自在菩萨光世音菩萨 在民间信仰中常被尊称为观音佛祖 观音大士白衣大士等 为大乘佛教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 做下的上手菩萨 与大师制菩萨为阿弥陀佛的左右邪式 并称为西方三圣 同时也是四大菩萨之一 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慈悲和智慧的象征 无论在大乘佛教还是在民间信仰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以观音菩萨为主导的大慈悲精神 未视为大乘佛教的根本 福尽上有云观世音是过去的正法名如来所泄化 他在无量国土中 以菩萨之身到处寻生救苦 观世音与阿弥陀佛有着特殊的关系 是西方三圣中的一尊 也是一生补助的法神大士 是继承阿弥陀佛佛位的菩萨 而且还有说是观世音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那么观世音菩萨具有平等无私的广大悲愿 当众生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 如能至诚称观世音菩萨就会得到菩萨的庇护 而且观世音菩萨最能适应众生的要求 对不同的众生便显化不同的身相 说不同的法门 在佛教众多菩萨中瓦 观世音菩萨也最为民间熟知和信仰 那么关于观音大士的出身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 传说中转轮王有两个儿子 长子不寻赐子尼摩 不寻在佛前发下宏愿 世尊我之所有一切善根 尽回向无上菩提 悦我行菩提道实 若有众生受助苦恼恐怖等事 退失正法 坐大暗处 忧愁孤苦 无有救护 若能念我称我名字 我天耳所闻 天眼所见 是众生等 若不得免私苦恼者 我终不成正觉 正觉啊 即是佛果 那么世尊佛 释迦摩尼听了便道 善男子 辱观天人及三恶道一切众生 生大悲心 欲断众生助苦及烦恼故 欲令众生晚安乐故 今当辱为观世音 并云称佛 号 一切光明功德 三亡如来 尼摩 亦于佛前发下宏愿 孝雄修行 福乃自为 得大事 并云成佛 号 善助尊宝 三亡如来 第二种说法传说中 智悉金光狮子 游戏如来国 比国中五女子 王明威德 于元中三妹 左右二连花生二子 左名宝义 即观世音 右名宝尚 即德大事 观音为 辅助功德 山王如来 得大事 为辅助功德 宝王如来 那么观音大师发言 要就尽苦难众生 然后成佛 一计就尽苦难众生后 他的觉醒 才算圆满 才能成佛 否则呢 觉醒永远不得圆满 事情啊 不幸正是如此 世上苦难众生 岂有度尽之日呢 那么观世音菩萨 只好永远地 朝度下去 永无嫌疑 他的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消除人们的一切 恐怖烦恼苦难 人们也认为啊 观世音菩萨 已普度了无数众生 时已修到了佛的境界 甚至超过了佛 那么也就不拘于佛的果位了 那么在唐代以前呢 观世音菩萨在民间信仰中 多为男性 偶有女性之说 自唐代 马郎父观音 于兰观音的传说出现以后 女性观世音 便逐渐取代了 男性的观世音法相 为民间所信仰 在宋墨元初时候 赵孟夫人管道生 做观世音菩萨钻掠掠 称观世音生于西土 名妙音 唯妙庄王三女 更为人相信 自此呢 观世音菩萨的形象 在民间 即完全成为女性 传说其诞辰为 农律二月十九 重道日为六月十九 涅槃日为九月十九 寺院与民间 多在此日 焚香奉寺 观世音菩萨 也是佛 给取了名号 那么到了唐代以后呢 避礼世民之会 便称为观音 那么现在呢 也一般称为观音菩萨 佛经中啊 或者佛教活动中的 又一般称为观世音菩萨 以示正规 观世音又称观自在 或者观自在菩萨 那么在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二十五中云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苦恼 文士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 即时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 以示音缘 名观世音 这就是 所谓观世音的意思 与他在佛前所发的 救众生于各种苦难的 宏愿是一致的 或为人有苦难反导 呼名观世音 观世音 观其声音 网救 无物能阻 即时可达 而奏其功 至在无和 故意为观自在 相承 观音菩萨 常应人之呼求 或因人之所需 为人脱解 助苦难 有时甚献身帮助 不过 佛经中的观音 是男子修成 而他现在的献身之相 或男或女 观音献女相 古书中甚多 那么在北齐书中 徐自才传中 五城处见空中有五色物 烧尽便以美妇人 伸长树杖 亭亭御立 石钦 便为观世音 那么又在法院朱林中 其建元元年 彭子乔细域 送观世音经 由鹤下至子乔边 石复绝为美丽人 子乔双谢自脱 陈后主沈皇后 为你与碧陵天境寺 名观音 唐采宗长孙皇后 小字观音必 亦是以观音为女生者 那么在宋人弘迈 一间至中 又所记载观音现世的故事 如三至新卷七中 观音就目击云 一臂患目击不见物 夜里梦到一僧 己要一至 次日目击顿西原来 这僧人就是观音所化 那么在妙法连环经中 妙因菩萨品中也 菩萨见比丘尼神 幽婆仪神 长者 居士 宰官 婆罗门 妇女神 童男童女神 乃至于王后宫殿女等等 与此品同一章之 观世音普云品 中所云 观世音所现化神 完全相同 观音妙因 又都是菩萨 故人们 便将妙因 作为观音 又将唐人所编故事 庄王三女中的妙善 当作本人 这就忠实观音菩萨的出身故事 真知圆满了 那么在三教原流 搜神大全眷寺中 直诚唐人所传的 庄王三女故事中 情节丰富曲折 而云庄王为妙庄王 有六丁八栋神仙 十殿王 土神等等 中国传统神灵 和以中国化的佛教神灵 杂柔其中 妙善 相佛之心坚定 世家如来 对他说 越国南海中 土驼也 势如去处 雾带乎地龙 化一座连财 渡阳而过 于是 白虎 围之咬木 其兰推开伏地 八部龙王 日夜永长 四部天王 为之助食 妙善做普陀爷 九载功成 歌手牧 以救复兵 持湖甘露 以生外民 左散财 为之普照 幼龙女 为广德 敢一家骨肉 而为之修行 普生天界 玉帝 见其福利便大千 神应变三界 遂从老君妙月之奏 封为 大慈大悲 救苦难 难无灵感 观世音菩萨 赐宝座莲花 为南海普陀岩之祖 赐父 妙庄王 为善圣先官 伯牙士 为雀善菩萨 大姐妙卿 为大善文殊菩萨 青师其作 次节妙音 为大善 普贤菩萨 白相其作 其实 观音大事 在中国 这讲普陀的故事 在三教原流搜身大权成熟之前 就已经有记载了 普陀也早已以佛国著称 宋代人 弘迈一间三至中 于观音 卷有余 有余性者 常持通 救苦观音 菩萨 饮食坐卧 生不绝口 被人称为于观音 一日 于观音与同仁 一行 七人渡海 离岸三日 于观音大病 海船中 最继有病死者 同仁就将他 骑在一座荒岛上 并给了一些食物和药品 与他诀别 并说 若得平安 传回经此 再上传而归 于观音悲气无奈 遥望普陀山 连声念 观音大事不知 顿时 众人禁闻菩萨于空中说法 并越来越近 建议僧人 左手持西藏 右手持静瓶 走上荒岛 以静瓶中水 赴于观音音 余观音顿时痊愈 乃回到传中 这僧人 当然就是观音菩萨说话了 其实 佛经中 旅言观音菩萨的宫念 在普陀落家山 人们遂以浙江普陀山 以普陀佛国为名 以后 朝拜观音的人 越来越多 有关 普陀观音大事 显灵的故事 自然也就越来越多 活灵活现 那么观音大事 大慈大悲 救苦就难 拾一切众生 解脱一切难为物 这一职能 当然是极犯极大的 并且观音大事 受到人们普遍信仰的 一个原因 有两个职能 最为突出 一是颂子 那么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子嗣问题 在中国民间 重要之志 民间信仰中 有许多 主资孕育的神明 观音大事 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这一职能 显然跟民间信仰 有很多关联性 名人 谢代行 武杂举中 卷是武云的 大事变相不一 而事所从丰着 白衣为多 亦有白衣观音精云 专主 四四声誉之事 此境大藏所不在 无此之能 但是观音宋几之说 今仍有之 工艺品店 很多都有 宋子观音像 乃一观音 抱一小儿 做宋状 那么观音大事 又以白衣者为多 其四者买回家 或作百舍 或加以供奉 以此 一字之详 第二是 思水汉 子嗣之事 观音一家之乡火 但是水汉之事 则观一方百姓 在大汉大闹之灾年 粮食无收 百姓们 一子而食 岂能保子嗣 因此 在水汉之事的时候 更为重大 起青岛屿 求龙 求天 求城隍 求土地 无所不求 那么观音大事 救苦救难 百姓的苦难 大事也自然会 有所相救 所以人们 也会去崇拜 观音菩萨 观音之思水汉 在古代 以浙江福建 最为流行 也有不少的故事 同时 观音大事 也有33化身 在此 结尾处进行附录 感谢各位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回向记 愿以此功德 苦极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供成佛道 回向文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仅此一报身 鸿生极乐国 鸿生极乐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